天氣熱 怎麼吹冷氣最省電 一名人氣分享 說真的要買變頻冷氣 吹整天都沒關 電費只要2549元 現審8451元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實際算一算 若以同廠牌冷房能力相同 一個定頻 一個變頻冷氣比一比 同樣運轉一整年 定頻近5000度 變頻只需3250度 一年下來相差1691度 若每度電3元 一年就可省下電費達5074元 用電量變頻的話 它可以用省35%到40% 買一台變頻冷氣約2萬股 若年省5000元電費 大約5年就回本 除了冷氣 其實其他家電用的方法不對 也很耗電 洗衣機的洗衣模式琳琅滿目 但暗藏省電玄機 若選柔洗需不停重洗馬達 會多6倍電流 但若直接選搶洗 讓馬達快速運轉 省時又省電 可年省1620元 同理電風扇自然風設定 讓轉速忽快忽慢 也是會更耗電 冰箱想省電 冷藏室只能放7分滿 但注意了冷凍櫃則要放全滿 才能讓冷度保持更久 最高可年省293元 另外電鍋耗電量 居然和一台冷氣差不多 但只要在蒸煮時 外鍋放熱水 飯煮好別一直保溫 用完後就拔掉插頭 減少待機電力 就能年省約800元電費 微波爐它有待機的 像DVD甚至電視 方便的話 你拔掉這個是我們鼓勵的 做到以上省電PayPal可年省超過7700元 台電正準備將夏季用電 再往前提到5月開始 注意省電細節就能省下荷包 這台北綜合報導